大家看到我戴了口罩 现在处于全民抗亿的阶段 所以任何时间都应该戴口罩 保护自己也能保护到你身边的人 虽然盖着口罩也不能外出 但是我们不会盖着耳朵 所以我们可以继续听嗨发 继续为大家介绍不同的音响产品 大家可以在家安座家中看影片 Hello 大家好, 我是国仁 欢迎来到 viva sound.com 今天和大家介绍的产品 就是这个美国Martin Logan 的喇叭 就是最新推出的Motion 20i 一个小座地喇叭 它不是静电喇叭 大家都知道Martin Logan 最出名的就是静电喇叭 是一个传统的喇叭 都不太传统, 到时候开箱大家都知道 但正式去开箱介绍之前 再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的音响产品测试 影音教学和最新的市场资讯的话 就记得订阅我们 viva sound.com 的 YouTube 频道 还有追踪我们的 IG 和赞我们的 Facebook 有到幕后翻搜在那里可以看到的 事不宜迟, 我们可以开箱了 开箱的时候没有肺炎, 不用戴口罩了 那就可以休息一下, 不用戴口罩了 喜欢这样的音响 两个音响应该是畅畅有余的 没错, OK 最漂亮是这下的 气动式高音 这个是很肯定的 金属罩, 这个是金属面 就是前杖版很漂亮 然后就Rossy Band 是 很有假调 我的针牌也很特别 针板就像这里 嗯 现在我脚就要持组 OK, 好 好, 回来 简单和大家说一下 就是Motion 的系列 其实已经出了很久 亦都是Martin Logan 撇除静电喇叭之外最高级的传统设计喇叭 其实今次的i 系列 最新的技术主要是落在高音单元上 这个高音单元也是一个气动式高音 不过就是它们改良型的气动式高音 它们坐地有三款 我选了最小的座地 就是Motion 20i 这个尺寸大家都看到 其实是相当小的 而价钱亦是相对贴地 两万元之内的产品 应该都是香港的发书可以负担得到 Ring 出现 设计是三路三单元低音反射式 分频点是设计500周和26000周 反射孔在喇叭的后面 所以在摆放喇叭时要留意 离开后场最少有尺多两尺的位置 让它呼吸一下 我们先看看规格 喇叭的频率响应是45Hz至25000Hz 这个喇叭是80度x80度的扩散 所以是一个很正常的喇叭 属于有少少指向性的喇叭 但在摆放上相当容易 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度去摆位 除了摆位没有难度之后 它的推动也没有什么难度 它的灵敏度是90dB 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容易推易玩的喇叭 左抗四音 调整个单元 首先是高音 气动式高音 这个气动式高音 亦是跟很多不同类型品牌的喇叭 也是一样的 是一个很大的平面的发声面 然后摺成小的面 然后可以用一个比较小的体积 就可以有一个比较高的效能 它的气动高音的发声面 就是1吋×1.4吋 其实是摺出来的 因为本来是5.25吋×1.75吋 比起一般的半球体师母高音 最少有高4倍的效能 所以在大音压的情况之下 它是完全不失真 这也是气动高音一向的一个强项 中低音的动圈单元的喇叭 如果要夹得到气动高音喇叭 其实在设计上一定要非常非常快速 但要快得来不太薄 才可以令整个声音涵涉得正常 我今次试的型号 它是用2个5.25吋的中低音来做 其中一个就是贴近于气动高音 另外一个就是放得比较低一点 单元震膜是一个铝造的震膜 要留意一件事就是 它们的duskamp 有一个自家的技术 就是将duskamp整凹它 这个凹凹的形状令到duskamp的降性更加强 亦是帮助到整个震盘起大音压 便会减少它的变形 同一时间本身震膜也是比较轻一点 另外中低音的支架也加强了 令到它更加坚固 在一个更加稳定的平台之下运作 不过今次我们就不会插单元出来看 所以就看不到里面 Martin Logan 的分音器设计者 就是Joe Wojko 它基本上是整个Martin Logan 的喇叭调声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灵魂人物 所有静电喇叭都是经它调声 来到这个传统小色的喇叭 都是它去负责调声的 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在影片后会放回Martin Logan 官方 Joe Wojko 的介绍 即介绍他们设计分音器 当时考虑到些什么 这个影片也挺好看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影片后来看看 分音器是用这个二阶分音的 好料用尽的 用这个聚丙烯、低DF 电解电容 定制的电感 亦有些保护线路 喇叭后面的第一部就是Binding Post 是By Y设计的 亦是他们厂方自己的设计 这件事我想提一提 如果大家真的用的话 尽可能用回自己的Jumper 为什麽呢?因为它原装的Jumper 我觉得它有少少虚伪 如果你夹得不稳 其实另一边的接触就不算太多位置 所以我觉得可以的话 接触面尽量多一点 这个就要大家留意一下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jiselle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m so in love with you 今次测试区配器材 Sauce 用Reference 系统 Auralic LSG2 和Playback Designs MPD 8 抗音机落差大 有两部 一部是最近试的 Vtext Audio SIA 030 这部是30 万以上的超级平式抗音机 所以我录音就录了一部给大家听 但其实我也有用另一部抗音机去夹 来试声的 就是Soonoke A2 相对上价钱上比较接近些 不过想和大家说 这两部M的推荐力当然是不同 对不对? 两部M都很配合这个喇叭 这个喇叭 真的相当之容易退下 而同一时间很大功率 如果推上去,它又不会太发动 我觉得是一个很Ambify Franny 的喇叭 说起Fanny,摆位上也是Fanny 平时我们放Po Air、P3 ES 即书架喇叭的位置 我缩较少许 聆听距离相对少许 的位置去听 其实左右也有些贴近侧面墙 后面墙当然有些空间 低音也挺足 而触得来又不会太多 不过呢 因为它真的挺足 所以我也挺可以肯定 如果你摆位的话 尽量也不要太贴后墙 因为太贴后墙的话 低频的表现应该会有些限制 要留意一下 Breathe Drift Denomba River Running free Running free Just how I feel Don't wanna lie to you But you can learn to 谈谈声 基本上很简单 虽然它不是静电 但取而代之是一个加强的气动高音 再加上一个很快速的中低音 有分音的帮助 其实整个声音真的有一种静电喇叭 那一种通透和顺滑 你摆位置上摆得试试正正 就像我这样试 离开后墙 比较多些 对称墙 其实声场是伸手不剑 五字 漂亮得不得了 而它的高音 和我其他听过的不同牌子的高音 例如ELEC ADAM 等等 不同的 它这个高音是很顺滑 很自然 很柔顺 总之滑得不得了 真不知怎样说 我只用到一个很清晰的字 就是滑 而且高频伸延非常漂亮 细緻也充裕 是一种享受型的高音 很舒服 很漂亮 而它的中低音是夹得很好 你试试很复杂的音乐 它也不会有咸哲不佳的问题 是夹得很顺 所以中低音的口径虽然是小 但因为它小 所以它的速度够快 就可以跟得上气动高音 今天跟大家介绍 今天跟大家介绍 这个Martin Logan的Motion 20i 二路三单元的小座地喇叭 介绍到这里为止 喜欢我们拍影片的朋友 给个赞我们 还没订阅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 订阅后记得按住频道 铁铁铁铁铁铁 有新闻出你们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我戴着口罩是完全没问题的 说到话 但是大家不知会觉得 收音好像有些东西蒙一蒙 我常常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 有些喇叭 设计给你 是要带着面网去听 有些喇叭 反过来就不要带面网去听 有些朋友就说 喂,是不是真的影响得这么大 其实也是影响得挺大的 因为就是我现在的声音 嘴 加了一个口罩 一个透气的口罩 都有 我自己听也觉得声音上的不同 所以 都不是说不重要 好了 这个完全提案是画九不大把 下次再说其他的东西 就这样 拜拜